X-HTML书写规范 书写一个规范的代码 有利于后期的维护 以及向后的兼容性问题 还有对浏览器的支持特性 X-NRL元素必须被正确地牵套 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书写一个段落标记 P与-P叫做段落标记 然后我再写一个 S-NRL与-S-NRL标记 S-NRL是强调的意思 内容写在S-NRL之间 那么现在的代码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代码 但是我来改变一下 将-P放置在了死状之前 那么看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咱们就会发现 P与-P就是段落标记 包住了死状标记的开始部分 然后S-NRL与-S-NRL标记 包住了P的结束部分 那么这样就给人造成了一种 混乱的感觉 到底是要P包住S-NRL 还是要S-NRL包住P呢 给人的感觉就不好了 这就叫做没有正常的签套 那么正常的签套就是 一个元素完全包含住 另一个元素的开始与结束部分 可以这样做 P与-P包住了死状与-死状 或者让死状完全包含住P 好 这就是正确的签套问题 那么看下一个 元素必须被关闭 元素必须被关闭 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一 双标记模式 二 单标记模式 如果是双标记模式的话 一定要有结束标记 还有这里边的大号 对这个开始标记执行结束 那么现在来做一段一个例子 H1-H1 一级 大标题 在这里呢 H1它是一个双标记的 但是我在后边并没有去书写 那我在浏览器里面预览的过程当中呢 效果的确会正常显示 但是它已经错了 一定要将结束标记写出来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个单标记模式的 H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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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1 标签名必须用小写字母 我这里用死状 与杠死状写上 可以看到 的确被加粗了 刷新一下这里 强调的文本 那我给它改成大写的模式 再看一下 刷新仍然是有加粗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它已经不符合规范了 要写成小写的模式 虽然显示效果 是一样的 XNN文档 必须拥有根元素 根元素是指 最大的元素标记 那么在这里面呢 HTML与杠HTML 就是HTML文档的一个根元素 所有的其他元素 都要包含在 其中的一个大元素里面去 这样才可以 除了标签名小写以外呢 属性也要执行小写的模式 现在来看例子 好 那么在这里呢 XMLNS这个属性呢 它是一个小写的模式 当然你写成大写的 也是可以的 包括这里 这里 好 都要写成小写的模式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属性值 一定要用引号引起来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属性值 用双引号引起来 双引号 这里边也是双引号 双引号 当然用单引号也是可以的 它们没有区别 那么再来一个 属性不能减写 好 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input标记 type为 文本 check等于check 那么check等于check的意思呢 就是选中的意思 好 给这个地方换一下 换成radio好了 那我来到预览里边 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了这样一个单选框呢 已经被选择住了 那当然 咱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check的属性 它的值也是check的 那么有的人呢 就喜欢这样写 直接把属性明写上去 然后呢 我再去刷新一下 刷新刷新 咱们可以看到 还是同样的效果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对了 一定要按属性明等于某个属性值的这种写法来 好 笨节 讲解结束